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欢迎各位 欢迎各位 今天是端午佳节 首先祝各位节日快乐 这次来没空手来 带了一些跟端午有关的物件 你看 有这个酒壶酒杯 还有艾草 还有香包 这些都要发给我们现场的观众朋友们 但是不能白拿 问大家一个跟端午有关的问题 那就是 你们家乡的过端午的风俗都有哪些 有知道的举手示意我 那个中间那位大姐 吃粽子 包冻子 这边还有别的吗 这时候把那个阿姨和那个仓服放在棱上 好 虚文 帝虫 还有吗 我们老家还要系红绳 五彩绳系在手腕上是吗 除了吃还有什么喝点什么呢 其实大家都看过这个 听过这个白蛇传这个传说 实际上这个喝呢 主要就是喝熊黄酒 对 只要喝熊黄酒 白蛇才现了行 大家说的都差不多了 但是很多人都会说 在端午佳节期间会吃粽子 今天现场很多朋友说来之前没吃饭 不要紧 我说我没空手来 我带粽子来了 想吃吗 好了 吃完了粽子 过节气氛有了 马上请上第一位吃饱人 来 掌声欢迎 欢迎你 这是一件雍正款的红底苗金碗 是我拿一尊溜金佛像给人家换的 如果女孩真正喜欢雏气的话 会喜欢那种比较鲜艳的 比如发廊彩啊 你为什么会喜欢这样的碗呢 这看着有演员吧 好吧 让专家看一眼 来 有请 雍正瓷器我们知道 雍正瓷器是中国陶瓷 制作最精美的时期 雍正皇帝本人 对御用的瓷器 要求非常可口 这件东西呢 从他的这个气型来看 和雍正的基本相同 无论从他的款制的写法和绘画的方法 包括用彩用料 色彩运用的非常到位 堪称雍正时期的经典之经典 好 哎呀 真不错啊 这种之前有拍卖记录吗 雍正本朝的像这么一个碗 在香港加日德拍卖会上 要七位数 上百万了 要上七位数 是这种红帝的这样的 对对对 就相似的这种 那么这件东西 至少是五百万 谢谢你来到我们 我有传家宝 谢谢 来 谢谢 请出下一位职宝人 主持人好 您好 拿着什么东西啊 现场观众猜一下 这干什么用的 剪子 啊 美发用的 这这家伙 美发怎么用啊 头上戳一窟窿啊 把烫发卷着啊 没人猜得出来 说实话 我也猜不出来 是干什么用的 你介绍谜底吧 这个都是过去老外子养鹰用的 鹰架子 对 银落在上面 对 那这个是干什么用的 这个叫库尔卡 手插刀 在鹰的时候 出去 这鹰啊 不能一直老 不能老架着呀 它得落下来 落呢 落哪呢 落这上 对 这上面都暂着筋呢 不能直接戳地上 呦 给它滴了出来 哦 把这个啊 就有岩石缝 给地上打眼 直接 哎 一戳 哦 戳到地上 对 这个是干什么用的 出去啊 这鹰啊 你得喂它 嗯 你不能拿手喂啊 它刀你 这样的 这里面放鹰石 哦 不 对 放肉 放肉 对 放肉 之后呢 这个对着鹰嘴 对 送过去 前面的大尖呢 意思是什么呢 它这个嘴啊 长 对 离近了 它刀你手 挑一下 哦 这意思 哎呦 这谁想出来的 这 卫石 它稍微攻击你一挑 就扎了它了 哦 对 不敢往前攻击 这养鹰啊 它是 坎上是门悬 算是开了眼界了 头又会见到 驯鹰的这些工具啊 对 让我们专家看一眼啊 好嘞 好嘞 这一套工具呢 从它的制裁 到工艺的金属制法 它是用错金银的 一种金铜的制法 呃 比较讲究 考究 工呢 比较精湛 它不是我们国家的 这个做法 请的是外面的工匠呢 还是说模仿的 外面的这种画法 我觉得它是 这个外国进贡而来的 哦 呃 为什么这么说呢 因为在这个 乾隆的56年的时候 尼泊尔呢 侵犯了西藏 清朝 就派了这个福康 赴藏 去平定 侵犯 然后成功以后 尼泊尔呢 就在前路58年 来到中国 啊 进贡了这一套 鹰架子 就是这一件 对 就是这一件 哎呦 好 不错小伙子 这家里有这宝贝啊 对 但是还是要多说一句啊 鹰损呢 是国家二级保护动物 告诉大家 不可以自己养鹰和训鹰 那是违法犯罪行为 不过通过这个物件 可以了解一下 我们的祖先 是怎么样的一种生活状态 对 好 感谢你来到我 我有传家宝 谢谢你 好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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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继续请出下一位职宝人 从哪里来 我来自德国 姑娘 介绍一下 你的这个传家宝 我带来的是 我老师的传家宝 它是玉鸟窝 我还从来没有听说过 玉鸟窝这个名字 很少见 哪看出来是鸟窝 它的形状 就让你想到 2008年奥运会 建的那个 鸟巢啊 鸟巢就是 啊 玉雕 鸟窝 好吧 中国的玉器啊 包括中国的玉石 有很多的文化内涵 你了解多少呢 你说一两个 跟玉有关的词语 我们听一下 老家碧玉 老家碧玉 不不不 姑娘 小家碧玉 小家碧玉 小家碧玉是形容 比如形容你啊 小家碧玉 可能你想是形容 年龄大点的人 就叫老家碧玉 但中国没有这个词语 好像是 你不能说我们杨振华老师 是老家碧玉 你知道吗 虽然这词听起来像夸你 不能这么说啊 没有老家碧玉 还有什么 如花似玉 这个好 如花似玉 还有吗 鲜鲜玉纸 不错 鲜鲜玉纸 这纸头 谢谢 您的这个东西呢 我是外行 但我们现场有专业人士 让他来帮你看一下 它是不是鸟窝 是不是和田玉 有请 外国的朋友你好 你送来的这一个是和田玉的 雕了一个不是鸟窝 是一个梅花形的一个碑 为什么我要说它是碑 它那个梅花枝 跟梅花的人 雕做了一个霸 那么凡是碑旁边有霸呢 它就是碑 另外它的枝呢 下面还有一个底座 上面还有两个喜鹊 喜鹊跟梅花在一起 它的寓意就非常好了 喜在梅梢 那么这个就是我们明代的时候 它是有图比有益 有益比结祥 它是一块大料做的 肉雕中间形成了一个碑的靶 碑的座 而且它深挖的梅花 泡得非常光亮 所以这些东西民间现在已经很少见了 那么当然它的经济价值也不菲了 像这些东西呢 应该几十万吧 哦 你知道几十万在中国是很多的钱了 在国外也是 在国外也是 当然了 这个姑娘来不是为了看她到底能值多少钱 来到这里很荣幸 因为其实我在美国也经常看你们的节目 所以来到这边真的很感谢 谢谢 好 哎呀 想不到啊 我们这个节目我有参加 在海外都有粉丝了 再次感谢你来 谢谢你 好 拿好你的杯子 谢谢 这李子不就是凉席吗 那这个呢 是象牙席 今天我还带了另一款 我做的两米六高的晴天柱 来吧 咱们掌声欢迎出来 来来来来 别走开 下节内容更精彩 来继续请出下一位吃饱人 欢迎 主持人好 你好 介绍一下您的藏品 这个呢 是一个明皇地儿 四合如意云纹的云锦 这个边呢 是红褐色的团龙纹 暗花段 这是面 这是个面 我们现在看一下礼子吧 哎呀 有礼有面 那个外面还是不错的 这礼子不就是凉席吗 这可不是一般的席子 那这个呢 是象牙席 象牙凉席啊 象牙席 在古时候呢 是没有现在这样的高科技的 那个时候要把一个象牙 把它披成片来编织成席子 工艺是非常难的 你看这个有八公分的这个边啊 它是膝脚边 从它的制造工艺 和它使用的这个材料 各方面来看呢 它应该是很高贵的身份 我觉得应该是只有皇帝才能使用的 来到传家宝这个节目呢 我想听听现场专家老师的意见 好来 请五位专家一起吧 一起来鉴赏一下 来来来 我们听张书芬老师高见啊 我觉得呢 象牙席呢 一定是刚才这个女士所说的 她不是一般人能够承受的这个卧矩 她这个象牙席呢 她背后应该是云锦 从云锦的这个年代来说 她应该是清早期的 是皇宫里才能用的 那首先先判断准确了 就是清早期的一张象牙席 没问题吧 对 好 我们先掌声啊 祝贺一下这位藏友啊 不错 谢谢 谢谢张老师 我问一个细节啊 张老师 像这么一张席需要多少材料呢 好食 好料 费钱 这肯定都是的 所以呢 在当时清朝雍正年间 到丁正的末年 根据文件的记载 只有五岭 这五岭呢 一岭在台北 一岭在故宫 一岭在烟台 其他那两岭下落不明 这算一岭吗 这个不敢说 没有什么 没有任何资料考证 这一面象牙席呢 是中国古代 是一个艺术的传承品 但是在现在这个世界 如果您猎取大象 割取象牙 同时呢 贩卖运输 甚至制作 都是严重的违法犯罪行为 谢谢 来我们掌声请出 下一位池宝人 主持人好 你好你好 各位专业老师好 我还是第一次见到 专门收藏变形金刚的藏友 我相信呢 今天在场呢 很多观众呢 也会认识其中的一部分 不如我来让观众猜一猜 他们呢 叫什么名字 猜的有奖是吧 对 好 你先说哪一个 有谁知道 他叫什么名字 下面那小伙子 福特 非常棒 福特 现在哪一位女士 姐姐阿姨都行啊 猜一下 她拿了这个是 什么背心金刚 叫什么名字 这是什么 晴天柱 谢谢阿姨 可以 今天我还带了另一款 我做的两米六高的晴天柱 来吧 咱们掌声欢迎出来 来来来 哇 哎 看 哇 哇 这个太高了 这 这有多高 两米六高 两米六 做了多久 做了绝对一年 一年啊 你为什么想起来收藏变形金刚呢 首先我是八天后 我们年代的男孩子 应该从小就看过变形金刚的动画 但是呢 变形金刚的玩具呢 在当年其实是非常贵的 比如说这款 这一系的晴天柱 它在84年的售价 是108元人民币 所以呢 当年我们很多小朋友呢 既喜欢又买不起 包括我本人呢 也是上了大学之后 能够自己打工赚钱 才开始收藏这些奢侈品 变四首应的时候呢 我做的两款变形金刚 一比一的雕像 在中国北京前门展出 你做的是一比一的变形金刚 一比一的 那得多高啊 呃 青年度呢 是八比八高 大王峰呢 是六比六高 哇 真不错呀 谢谢 我认为呢 变形金刚呢 确实是一款收藏和艺术品 不仅仅是小艾部的玩具 好吧 我个人觉得呢 一个人只要真正的喜欢一件事情 愿意为这件事情赋试 下很多功夫 一条道走到黑 就一定能见到有光明的那一天 再次感谢他 谢谢 再见 介绍一下你的藏品 这个是明成化黄柚花卉盘 这个是我父亲在出差的时候买的 我父亲呢 非常喜欢收藏瓷器 家里呢也有很多他收藏回来的这些成品吧 他买这些东西都对吗 刚开始的话 我觉得还是假的比较多吧 可是这么多年过来了 然后也有一些真的东西 这话听起来挺无奈的 这么多年过去了 也有一些真的了 好吧 来 那边 请我们王老师帮你看一眼 来 成化瓷器 它以秀雅俊美不称 黄呢 非常纯正 那么从这个款制的写法来看 颇有成化石器的味道 但是 还有但是啊 这个盘子 有很多值得商榷的地方 比如说 这种黄油虽然很黄 但是黄油的质地里面 似乎有很多脏的东西 那么这种脏的东西 也就是说 是现代的化学材料 包括它的柚子 底柚 很白 得出一个结论 又是现代材料 应该说这件东西是一个 防品 非常遗憾 谢谢你 参与所有的专家宝 谢谢你 来 再见 再见 来 请出下一位值宝人 欢迎 来 介绍一下你的这幅画 这个是王继谦先生的 雀华秋色图 我父亲一直都非常喜欢 收藏这书画作品 这幅画呢 是我父亲在前几年 去江苏出差的时候 路过了一家文物商品店 看到的 这个雀华秋色图 是元代的赵孟甫先生的 一个代表作品 他后来就临摹画的 是吗 对 好 罗老师 那书画收藏界 有两个我们书画 鉴定界的泰斗 北方就是我们讲的 徐邦达先生 南方呢 就是我们讲的 谢志柳先生 其实呢 在海外 还有一个 跟这两位大师 齐名的一位大师 泰斗级的鉴定家 这位大家就叫什么呢 叫做王继谦 就是这位画家 这幅画不但是他画 而且画得非常之好 那么刚才 顾娘也讲了 他是学谁的呢 学元代一个很著名的 书画家叫做赵孟甫 王继谦先生在画这个 这个画不住山的时候 和雀山的时候啊 他把元代人的许多 非常优秀的一些传统激发 都在这个山水画里面 表现出来了 所以这张画 应该说画得非常之好 去年一场拍卖会上 我记得这张东西 可能要20万左右 差不多这样的价格是吗 差不多这个价格 好 当然姑娘呢 肯定不会把这拍卖了 是吧 传家宝 这句传下去啊 真迹无疑 谢谢 当然这大雷是放米酒的 这小的放二锅头的 劲儿大 喝一口就行了 这是第一版人民币 一万元的木码图 这张钱 到底珍贵在何处呢 请别走开 下节内容更精彩 介绍一下您的宝贝 这件藏品呢 是我爷爷收藏的一件藏品 是两个青铜的小雷 在我们家呢 已经隔了很长时间了 我印象中 我小的时候 当过香炉 当过烟灰缸 一直也不知道是做什么用的 后来呢 我长大以后呢 也是查了很多资料 后来发现呢 叫雷 但是呢 我查资料呢 显示是酒气 我看人家那个都特别大 但是我们的这个 感觉都特别小 有一些博物馆里的大雷 对 所以也是想请专家老师 帮我们能看一下 酒量大的用大雷呀 酒量小的用小的 这个感觉喝两口就没了 当然那大雷是放米酒的 喝个十斤八斤没问题 这小的放二锅头的劲儿大 喝一口就行了 也有这种可能 那个时候还没有二锅头的 还没有蒸馏酒的 我觉得很金贵 咱就别往上面拿了 让专家过来见上 那太好了 好不好 太好了 来吧 刚才贾老师说的 貌似是春秋时候的 这貌似俩字就意味深长了 可能是春秋的 可能是东周的 也有可能是上周的 都不好说 他说貌似的 来 贾老师 这一对小蕾的话是 春秋中期 上来先给个答案 那先掌声祝贺一下 好好好 不错不错 春秋雷 对 它这个不是假的 先生没有 但是 这个雷作为酒器 从商周遇到春秋时期 是实用器 它不是实用器 它是个祭祀器 真是很难得 这么小的雷 我以前在博物馆 都没有见到这样的小雷 您这个在家里 继续要传承下去了 是 必须要传承下去 谢谢 好 谢谢 谢谢 好 谢谢各位专家 好 请出下一位吃饱人 主持人好 各位专家好 一张钱呢 这是第一版人民币 一万元的木马图 一万块钱 对 那个时候的一万块钱 在当时能买点什么东西啊 按咱们最常用的食物来说 一千元可以买一斤大米 所以说一万元可以买十斤大米 买十斤大米啊 那么这张钱到底珍贵在何处呢 它最珍贵的地方在于 当时发行的背景 我们中国的印刷质量并不好 然后纸张的质量 然后纸张的质量也不是很好 所以说保存下来就本身并不容易 这张纸币它流通的时间很短 多长时间 仅仅只有三年 然后呢 就不流通了 对 然后国家就统一在召回 当时召回的几率 大概呢 是在百分之九十八 所以说像这样品项的 一万元的木马图 能在流通里面中出现 已经是非常罕见的 那这张怎么到 是你们家的传家宝吗 是我的大哥在2011年上海秋拍 拍到的 我拍回来的 花了多少钱拍到的 460万 460万 460万拍个纸币 是的 它是目前人民币的币王 让我们专家看一眼 好的 到底值不值这么多钱 来 捧好了 来 张老师 这张纸币是中国人民银行 发行的第一套人民币 木马的一万元面值的人民币 是真的 真币无遗 好好好 挖了400多万拍回来的 对 这个纸币呢 从2005年 逐渐从20万 80万 一直拍到211年 它这一张纸币 拍了一个460万 这样的一个价位 为什么 为什么 因为啊 这样的纸币 流行的时间极短 所以呢 在流行过程当中 保存是极为难的 这个木马图的 这个一万元面值的 在全国保存完好的 也就不过十个人 所以呢 它作为我们今天收藏 能卖到这样拍卖的 最高价460万 是应该得到的 好 真不错啊 谢谢您啊 让我们建成了 这么宝贵的一张一万元 感谢您来到传家宝 谢谢 来 有请 这位认识吧 包整啊 包龙徒 来 请出包大人 刚才一看照片呢 说是包大人要到现场了 结果请出来 这就是一个女包公啊 你脸也不够黑啊 那也没月牙啊 这这照片跟你有什么关系啊 我是包公的后代 哇 是吗 对 您叫什么 我叫包美美 真是啊 多少代了 这都 到我这边是第28代 呦 我们欢迎一下包大人的28代后裔啊 欢迎欢迎 包大人的后裔到现场了 拿的是什么样的藏品 帮我们介绍一下 呃 这个藏品呢 是龙泉窑 清幼莲伴杯 其实这是一件非常普通的一件传家宝 如果说在一个普通的人身上的话 嗯 但是在我身上就是意义非凡 清幼莲花的花瓣 清幼莲伴杯 指的是清廉 啊 是这个意思 意思就是包公 就是清正联名 为名伸张正义 这么一个意思 所以这个杯子就是 我拿到这个传家宝的时候 我觉得就是非常的沉淀点 这样吧 让我们专家来鉴赏一下 好不好 来 那边请王老师看一下 这个杯子呢 正如呃 呃 池宝所说 的确是南宋时期 龙泉窑所烧造的一个 最普通不过的杯子了 我的意思说 东西是真的 气形是一般的 但是呢 龙泉窑是非常特殊的 在中国烧造瓷器的历史上 龙泉窑有它独特的历史地位 那么纵观这件东西呢 反映出南宋时期的一个审美观 最朴实 最原始 没有任何渲染的 自然的美 这种自然的美 在当时形成了一种高雅的风尚 比如说这件瓷器 像玉 像冰 如冰 是玉一样 那么这件杯子又是如此 装饰也很简单 那么最难得的 我看就是这个盖 这个盖呢 上面很斑驳 这一件漆盖 而且中间它是麻摊 应该说是南宋时期的原配物 那么这件东西完美的传承到现在 真的非常非常难得 也恭喜你 好 感谢您来到我们网友团家宝 谢谢 谢谢 来 承好你的小杯 来吧 请祝祝宝人 你好 李老师 欢迎你 翡翠啊 对 这谁送给你的 这是我结婚的时候 我父亲送给我的 都是有好爸爸 好吧 他送给你的 花了多少钱买的呀 十年前买的 所以当时也花了有小一百万吧 几十万 爸爸真是疼女儿啊 我爸爸当时买这个 也是一个祝福吧 因为这个翡翠呢 他又是又很坚实 又很久 对 然后呢 他这个又有趋吉纳福的作用 而且呢 他这个蝴蝶的造型 它是一个永恒真爱的化身 所以呢 爸爸就是用送这个给我呢 就是祝福我们的爱情天长地久 嗯 真漂亮 请不想老师看一眼 来邀请 那是高冰 高冰 冰种 我认为你这个是种 色 水 多好 多好 就是颗粒小了一点 颜色稍微阴了一点 但是种气是属于老种中间的高冰 就是冰种比冰种还要强一点 我们现在就称它是高冰 那么你这里呢 是一对是 一个是手 手链 一个是项链 一个是戒指 一个是耳垂 正好这个套装 啊 那么这一套东西呢 旁边还有很多小赚 小赚香的也非常得体 这种香功 也不得了啊 所以你这套东西 值得走上 哎呀 真像不妙 真好棒 这个大概现在能值什么价钱呢 当时是百万左右买的是吗 不到百万 不到百万 他说现在 这个时候是几年前的价格吧 对 你现在恐怕 不止一百多万 还是应该不断地在翻倍呀 现在肯定要翻几倍油了 对的 嗯 谢谢您 来 抽烟不好吧 关瑶 对呀 我就是拿过来提醒你们的 杨州人有一句话 叫做丑八怪 呃 大家安静 听我摇一下 请别走开 下节内容更精彩 先从大朋友开始吧 介绍一下自己 三百楼 我是来自美门国西林豪特 阿布格奇的 我叫阿子呀 好 你叫什么 我叫关瑶 今年八岁了 我的老家是在内蒙古 但我出生在北京 哦 这帽子也是您带来的这些藏品 传家宝的一套是吗 对对 哦 我明白了 这是谁戴的帽子 我妈妈的上都是王爷的 后代我们是 就是我舅舅是 他在家里穿的是那个 宝藏的东西 你舅舅收藏的传家宝 对对对对对 这是过去王爷带的 对对对 王爷带的 哦 这还有刀啊 嗯 这上面还带俩筷子 对 这出门也带着 带的 人家这个拳啊 出门带着碗筷啊 这 把你们祖上有位蒙古王爷 对对对 一带一带传下来的 对对对 关瑶 你带的是什么呀 我带的是一个 不带时候抽烟的工具 是烟袋 抽烟不好吧 关瑶 对呀 我就是拿过来提醒你们的 6月1号开始 都不让在室内抽烟了 这在家里是谁用的呀 是我爸爸的 现在呢 还在抽吗 现在不抽了 你确定有效果了 嗯 那不抽的话呢 这套东西怎么办呢 这套东西我觉得可以卖给博物馆 卖给博物馆啊 嗯 你卖的钱做什么用啊 一部分要给我弟弟交学费 哎呦 这穷人的孩子早当家 给弟弟交学费 嗯 好 不错 不错 来 这边 张春文老师看一下 有请 张老师 他那个 那个烟嘴啊 是什么样的玉石 那个 和田白玉 和田白玉 烟稿是什么木头 应该是红酸枝 实际呢 这一套东西啊 是游牧民族的王爷 或者上层 一些个人士 他们所利用的东西 都在这摆着了 很齐全 表现了我们北方 民物民族 王爷 他的尊贵地位 和他的财富 所以呢 我认为呢 他应该是清代的 蒙古王爷 所用过的东西 今天让我们也开了眼界了 尤其小朋友 回到家里之后呢 继续监督爸爸 不要让他抽烟 把戒烟进行到底 好不好 好 谢谢你们 带来你们的传家宝 谢谢 好 来 一幅画 对 一幅画 这是清代扬州八怪之一的 编手民的作品 这幅画是自家里传下来的 对 传是我爷爷的画 因为我爷爷呢 就特别喜欢书画 然后这幅画是 三十年前 爷爷是和一个 书画的一个好朋友 进行交换 换回来的一幅画 来 卢力老师 小伙子 你拿来的这张画呢 是编寿明 是吧 对 上面写的编寿明的款 他是扬州八怪的画家 那么为什么 会形成扬州八怪 这个八怪 它到底怪在什么地方 实际上呢 在整个清代 它实际上在审美上面 它是有一条标准的 那么学花鸟画呢 一定要学运寿瓶那种 非常清新 雅裔的一种 文人的莫古画 那么扬州八怪呢 他不去学这个 正统派的东西了 所以呢 扬州人有一句话 看到不顺眼的东西 或者看到他认为 不好看的东西 他会讲一句话 叫做丑八怪 知道吧 所以这个八怪 实际上不是宝阳的意思 有点贬义的意思 所以就形成了 后来我们讲的 扬州八怪 那么这件东西呢 如果和编寿明的东西 去相比的话 它的水准相差的很多 而且这张画 从装表形式上面来看的话 这件东西上面 有很多皱褶 看起来似乎很旧 知道吧 那么这个东西呢 我讲就是我们现在的 一种现代的造假 怎么做的呢 画完了以后 上面的颜色 全部用茶叶水 把它染上去 所以它看起来很旧 小的吧 然后把它弄成 遮痕了以后 用砂纸在上面打磨 一打磨了以后 上面的皱褶 就全部出来了 纵上所述 它就是现在 没有超过 三十年的 这么一件 纺制品 哦 有这个 仿制品 是 很遗憾 我 没有想到 感谢你参与我们节目 好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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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请出下一位吃饱人 欢迎你 好 拿上来 拿了一个枕头 介绍一下 什么时候的 我不清楚 什么时候 反而是 亲家留下来的 老物件 具体年代 我不懂 不是你们家的 不是我们家的 不过 说是 亲亲家的小时候 还整过 还用过 好吧 让专家直接看一眼 那好 往那边抱过去 好 刚才这位朋友说呢 是老物件 说对了 是老物件 这件东西呢 是北宋时期的东西 哦 北宋时候的 是非常好的一件东西 大家安静 听我摇一下 能听到吗 里边会哗啦哗啦响声 什么东西啊 里边有一块泥 这枕头做的过程中 做好了以后 装饰好以后 用一个工具 把这给捅破了 烧到过程中呢 不能因为里边的热气 排不出去 而炸开 那么捅的时候 这块泥就进去 进去以后 随着温度的变化 它也烧熟了 也磁化了 所以里边像是一个 磁枕里边一个心 放起来能哗啦哗啦响 这往往是在鉴定 宋代磁枕的一个 方法 也可以说一种小诀窍 那么这个气形 是典型的 北宋时期的气形 那么这种装饰的风格呢 我们称之为珍珠地 又称之为鱼子纹 上面这个凤凰 在珍珠地的装饰器皿当中 很少 那么这个窑呢 按照以往惯例来说 都是会说是登峰窑 但是根据我的研究 我发现它的装饰技法 远远高于登峰窑 我认为它应该是 洛阳西边的新安窑所烧到 这件东西应该是一件 非常难得的艺术品 根据我的经验 那么这件东西 至少应该在150万左右 好 一个枕头这么值钱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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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了 请出下一位吃饱人 你好 欢迎 来放到这上面 您这东西从哪儿来的 我们介绍一下 这个是一对同胎画法郎的竹台 然后是我结婚时候 父亲送给我的 为什么送一对竹台呢 因为古时候就有人寿四大喜舍 有种横花竹叶 所以这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寓意 也想专家也看一下 好吧 这同胎画法郎 这是很好的一个技艺了 这是其实是中外一个艺术的相结合的作品 让专家看一眼 来 拿好您的竹台 这是金属铜胎画法郎登台 中国的风俗习惯 特别是北方 风俗习惯呢 是洞房花竹叶 有这样一个讲究 所以在女儿出嫁送一对腊台 画法郎呢 是北方的这样一个工艺制法 它的流传呢 是在清代的早期 就已经流传到中国来 并且呢 北方应用比较多 康熙的时候呢 由于我们对于开放的这个港口以后 就把西洋人所有的一些人物和山水 也画在这个画法郎当中作为题材 所以画法郎也叫杨词 所以呢 这一队呢 这一队呢应该是家道时期的画法郎登台 谢谢您 好 来 谢谢 它已经被定为国家一级文物 这是国家一级文物啊 对 您看仿得怎么样啊 仿得非常好 可以以假乱真吗 可以以假乱真 请别走开 下节内容更精彩 来 介绍一下你的藏品 那么这件藏品呢 松石雕的这个富贵牡丹花卉瓶 这看起来很漂亮 这是谁雕的呀 那么这件作品呢 是由一个师徒关系的两位国大师雕的 师父呢叫王仲元 徒弟呢叫杨诗昌 实际上这个男啊 跟他的材质很有关系 因为松石呢 他比较软 他在雕的时候的话呢 会发烦 会掉招 甚至容易碎 是 所以呢 在做的过程里边的话呢 得特别的小心 不能着急 估计这两位师徒啊 做了很长时间吧 大概是设计到制作完成 大概一年多 这得需要一个多么平静的心态 对 能雕出这样的作品啊 好 杨老师 这件绿松石呢 是天蓝色为主的 而且还有很多种是深绿是带体现的 那么天蓝色的绿松不带体现 我国出的最好的一种绿松石 我看了 梅花上面是一对喜鹊 就喜上梅烧 卯丹花上面是一对白头翁 我们说就是富贵白头 都是有吉祥的一种含义 这里头的文是鸟是动的 动态美 花是静态的 但是它一静一动 配合的相当得体 应该说是静态的 工艺美术中间的极品 谢谢 谢谢杨老师 看到这个工艺大师 两位师徒的作品之后呢 我有个什么感觉呢 我觉得经常看这样的东西啊 有静心的功效 对 可以平心静气 对 好 也感谢您来到我们 我有传家宝 谢谢你 好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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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出下一位吃饱人 这是一个嘉庆款的 同胎画法郎 牡丹文质湖 质湖 嘉庆时期的锦态兰作品非常少 像这种质湖就更为罕见了 好吧 让我们专家也看一眼吧 来 这个作品呢 造型 线条 右色 都是非常优秀的 它代表了嘉庆早期 画法郎的特点 并且呢 它继承了乾隆时期的韵味 这件东西虽然有嘉庆年款 造型也和我们故宫的嘉庆年款 画法郎持湖是一致的 但是这件东西是我们在六十年代末 七十年代初为换取外汇一比一的 在故宫里纺制的嘉庆年间的植湖 纺制的 纺制的 哦 并且呢 如果说你根本在我们库房里没有看到过真的嘉庆的植湖 你可能就认为它是真的 你看纺的怎么样啊 纺的非常好 可以以假乱真吗 可以以假乱真 哦 原来是一个纺制品啊 这纺制品刚才专家也说了 纺的很漂亮 我们是纺制了 当年 钱美华老师带着他的团队多次去护工博物院高仿了一批井泰兰的精品 当时呢很多的这工艺大师呢 纺制这些东西呢是出口赚取外汇啊 但有一些比较经典的作品就留下来成了你们的馆藏的这个镇馆之宝了 好 各位有时间的话去拿花看一下我们北京的井泰兰博物馆 还有很多更好的这样的收藏品等着您来一一来鉴赏啊 再次感谢您来到我有传家宝 谢谢您 好 来拿好您的宝贝 谢谢 好 谢谢 来 介绍一下您的宝贝 这个呢是已故的玉雕老艺人潘炳恒的作品 潘炳恒的玉雕作品呢 对对 这雕的是什么呢 它是以咱们这个传统的戏曲题材西香记为灵感创作的 戴月西香下迎风互伴开 拂墙花影洞一世与人来 哦 对有诗 对对对看到了 西香记它有很多的情节 对 那么这块玉雕雕的呢是张生跟崔莺莺夜晚约会的情节 它最早呢是一块钢子料 一边呢是不规则的方形 一边是这个圆弧形 中间呢是圆形的掏空了 实际上是废料 放在这个合作室的窗根底下 1956年的夏天老艺人呢发现它了 然后呢就把它拿到了这个工作台上 脑海里立马显现出这个张生跟崔莺莺 在这个月下这种约会的这个场景 变废为宝 是 很漂亮啊 这东西它的来历是怎么回事 后来呢成立了北京市工艺美术博物馆 那么这件作品呢变成了我们博物馆的一个藏品 2006年的时候呢 它已经被定为国家一级文物 这是国家一级文物啊 对 那看来真是难得一见了啊 对 好杨老师您说 这件产品非常漂亮 它上面那个玉呢是新疆的比玉 新疆比玉它有黑点的特点 但是黑点不多 那这就是证明它是新疆的和田比玉 那么还有呢 这些东西好在哪里 它是有多种的雕刻工艺绘集在一起 一个是人物是圆雕 嗯 整个这一件是双面工 墙上是透雕的花床 那就是透雕工艺 还有盛开的花卉 它是深佛雕 把多种的工艺的特点配搭在一起 所以它的艺术效果更好 可以说是古宝集的一件艺术品 好 不是 值得出场 据我所知 2012年在北京的一场拍卖会上 拍过一件潘炳恒大师的珊瑚雕龙凤文胡作品 最终是230万的高价派出 感谢您参与我有传家宝 谢谢您 今天我有传家宝暂告一段落了 今天是端午节 再次祝各位节日快乐 别忘了吃粽子 粽子里面还有早六七月份 也是我们学生的考试季 早纵早中 祝我们的深深雪子们早日得中 下期我有传家宝再见 谢谢